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趟花冬的旅行顺便记录我的一周穿搭 因为在影片的最后还有之前 一万订阅我差点忘记办的那个抽奖 所以记得看到最后 那我们先把时间倒回一个小时前 来记录这一整天的生活 Let's go 这一趟旅行出游的朋友 都是我以前的国中同学 虽然大家都已经要大学毕业 感情依然维持得很好 每年暑假都会固定出游一次 而明年大家也即将各奔东西 于是我们抓住了夏天的尾巴 用这趟四天三夜的旅行 来留下青春的回忆 我们现在终于出道车啦 那这一台呢 跟我们去年去花冬玩的时候 开的是一样的 一样都是坐这种九人座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七个大男生要出去 发现就是坐七人座的话 那个屁股真的会坐得很痛 终于啊 全员到齐了啦 全员到齐了 真的耶 集合一个多小时 集合一个小时才受人到齐 这个人是最晚到的 第一天的搭配 我选择了一件黑色的短袖 还有牛仔裤 搭配简单的饰品 来呈现休闲的造型 上升的短T是今年618 从韩国购物的Kovna短袖 胸前的字体设计 我觉得非常的可爱 而因为行李的空间有限 这次出门我只带了这双 HOKA的BONDI 7 来作为四天的战靴 原本想着第一天 应该不会有户外的行程 于是穿了这件 UNIQLO的宽版载口牛仔裤 没想到在接下来影片 却被自己疯狂的打脸 下午我们来到了花莲的著名景点 也就是翡翠谷瀑布 我们听了当地人的建议 横跨溪流直接走到翡翠谷瀑布的下游 我觉得我穿了牛仔裤 还要过去跋山射水 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但是大家都来了 还是应该要走过去吧 看他们玩得蛮开心的 这一段的水还蛮深的耶 我现在在犹豫要不要过去 好不容易过了河 然后到了翡翠谷这边 除了没有游客之外 然后连瀑布的水都少了一半 第二天的搭配 我选择了最基本的黑白配色 用宽松的轮廓来呈现City Boy的造型感 上半身我选用了K-SIM的宽版LOGO短T 搭配一个JKS的小包来作为配件 而下半身的短裤则是来自 La Prima的Solotex六分灯笼裤 它的布料带有雾面光泽的西装裤质感 清凉化的Solotex布料上升的感觉非常透气 虽然它的裤长比较长 是落在膝盖以下的六分宽短裤 但这件有做了灯笼裤的立体剪裁 搭配了黑色的长袜跟鞋子之后 整体的比例反而看起来是非常的俐落 同时又带有City Boy的空气感轮廓 今天第二天的行程我们特别早起 第一站来到这边要来体验花莲的泛舟 但是今天这个太阳真的是有够毒的 我才出来一下下感觉要被晒伤了 所以我们现在一群人都躲在这个 有人坐的后车厢盖子底下 先来躲一下太阳顺便收一下行李 感觉待会泛舟一定会全盛失 所以现在先把海滩库拿出来 放着后发现这边多了一个超级明显的颜色对比 应该是今天的太阳真的太帅了 这样以后还能穿两鞋出门吗 结果我们今天在大厢底下泛舟了四个小时之后 晚上到了住宿的地方 发现这整只腿都要烤熟了 这大腿拍一拍还会有刺痛的感觉 真的不知道明天去墾丁还能不能hold住 在华东的行程结束之后 我们打算沿着南回县从西边一路开回台北 第三天早上在台东吃完在地美食之后 我们就开车一路往南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也就是墾丁的沙滩 这样旅行的第三天大部分都是比较户外的景点 因为前两天我们花比较多时间在赶路 然后今天算是步调比较慢 所以可以到一些东海岸的地方来走走 但是今天这个太阳真的是很考验意志力 才在出来晒了不到五分钟 整只手臂都已经全湿了 现在除了在旁边看风景 但真的热到不知道可以说什么 第三天的行程会去到海边 所以全身的穿搭都会呈现更多的休闲感 上半身的衬衫是来自UNIQLO 还有JWA的隔温宽版衬衫 容易穿脱的衬衫是很适合去海边玩的选择 而裤子则是之前有分享过的JKS封短裤 最后再用长袜还有容易穿脱的博肯凉鞋 以及一顶渔夫帽来呼应海边度假的穿搭主题 诶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原本搭香蕉船的钱要花多少钱 我们原本四合一的话要一个人八百块 一个人八百块 我们最后付了多少 四百五 四百五 打六折 太屌太屌 我们现在来到肯定的时间 刚好是下午四点半左右 刚才下过一场雷震雨 所以现在其实没有什么太阳 天气还蛮舒服的 等一下我们准备去七个人一起去玩香蕉船 今天就要去海边玩啦 先来做福利挺身 来让鸡肉冲血一下 OK 开始 来 五下哦 一上二下 一 二 一上二下 五下 有吗 有变壮一点吗 胸肌有大一点吗 这段太gabby了 我觉得我不会剪进去 我要被甩了 一 二 三 这个头发 完全湿逛逛了 OK 现在是8月16号礼拜二 我们已经结束了这个四天三月的旅行回到台北 因为我们第三天肯定的行程结束之后 我们应该第四天要到台南吃吃喝了一整天 结果好死不死的 我居然到了台南成大住院了一整个下午 脆烧药 然后止晕的药跟止吐的药 另外还有一些便秘之类的 而且在药单上我是非常分类到急诊中症 我真的是觉得那时候随时下一秒都快要晕倒了 我猜应该是因为第三天晚上在台南换夜市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反正第四天早上一起床我就到厕所吐了一大滩 然后一整天都是这样反反复复的恶心 全身无力 甚至每一秒都觉得自己快晕倒了 所以早上我们就先跑去超商买了快塞之后 确定阴性才跑去台南的成大 在里面做轮椅抽血检查还打了一个下午的点滴 直到差不多下午四五点 确定整个人没有想吐 也没有在发烧的时候才能正式出院 不过那个时候也准备要回台北了 所以一整天的行程就要报废了 唉真的是有点可惜啊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后一天的穿搭 第四天的搭配我想呈现urban outdoor的感觉 原本上半身应该是短袖搭配一件工装背心 但因为身体时代太不舒服 当天已经过不了自己的穿搭 至于下半身则是pinskateboards的防泼水长裤 搭配具有越野感的body漆 来呈现一套完成一半的户外工装穿搭 好那由衷地感谢大家 这么耐心把影片看到了最后 由于这一支出去玩拍vlog的过程真的很不顺利 除了很多片段的麦克风收音都有问题之外 就连最后一天的行程都被迫取消了 不过还是想把这段旅行最精华的部分呈现给大家 于是最后生出了这一支一周穿搭影片啦 那影片的最后就来补办之前 1万订阅差点忘记的抽奖活动啦 从这个频道在2月创立以来已经过了整整半年 现在默默累积到了2万订阅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所以今天我们要收出一位观众来获得 这一个免费的nike后背包 它的容量真的是还蛮大的 而且这些口袋拉链夹成都特别的多 在这边的beta还有我很喜欢的这个气垫 来作为缓冲跟装饰的功能 这个包包在牌子上的定价是2450元 那这一次就免费送给我们的幸运观众啦 这下收奖的方式很简单 首先订阅我的频道 发我的IG 然后在这支影片底下留言任何你想说的话 那在一个礼拜之后 就会在我的IG上公布中奖的幸运儿 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 在影片的右上角也可以找到我的IG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bye